5點58分,各位觀眾,來自高雄市民的最新消息 在核球比賽的部分呢,下午中華隊跟俄羅斯隊進行了銅牌之爭 我們中華隊剛剛以25比18打敗了俄羅斯,獲得了銅牌 記者許秋文告訴你這個最新訊息 好的,主播市民核球的銅牌賽,中華隊對上了俄羅斯隊 比賽的結果是中華隊以25比18的成績領先了俄羅斯隊 順利替中華隊摘下了銅牌,我們看一下稍早之前精彩的賽事 後面我們可以看到,核球場上呢,中華台北隊對上俄羅斯隊 場上的私家每分每秒都是關鍵喔,假如空檔的時候 中華隊員他們就會把握機會來搶球一對一的緊盯對方 而上半場中華隊是領先了俄羅斯隊 而下半場呢,中華隊火力全開喔,更是一路遙遙領先喔 面對人高馬大俄羅斯隊,中華隊一點都不怕喔 遙遙領先呢,這一次呢,以25比18的成績呢 替中華隊摘下了銅牌 以上是對更新情形把鏡頭還給捧妹主播 好,稍後謝謝大家